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突發的開箱預告 就是這個 Amazfit T-REX 2 運動智能手錶 其實現在已經戴在我手上了 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這隻T-REX 2 是很高性價比的 而且樣子也挺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設計上是比較粗獷一點 男性化一點 但是真的挺型格的 加上它有很多錶面 例如現在我按下去 預設都已經有這些錶面 當然它自己有標盤市場 也可以改不同的錶面 另外有些錶面還可以自訂功能 例如這裡 可以顯示電量 消耗的卡路里 空氣品質 我們多看一個錶面 這個錶面 按下去 按完之後 這裡也可以調整一些步數 心率 不同的顯示 因應個人需要 去自訂你那個錶面 就非常之好用 另外在界面上 由上而下數 就是一些快速的開關鍵 顯示一下電量 大家可以看到 跟很多的智能手錶 是很相似的 而下向上數 有些卡片的功能 例如天氣 上次的運動 運動狀態 鬧鐘 睡眠 心率 甚至乎 血氧 另外 亦可以自訂不同功能的卡片 加上 方便 傳取一些你經常用的東西 另外 亦支援通知功能 例如你收到WhatsApp 好像現在 有人傳給我 你可以選擇 快捷回覆 或者用Emoji 來回覆 快捷回覆 是一些預設的文字 你可以選擇 你不用快捷回覆 可以用Emoji 來回覆 例如我 做個太陽眼鏡的樣子 就傳了出去 對方就立即收到你的簡短回覆 另外如果有時候 有些通知 沒有看到 就錯過了 譬如現在我收到通知 我就當 那一刻沒有看到 我亦都可以由左至右 一數 亦都可以看到通知 可以刪除了 亦都可以按下去 去做快捷回覆的功能 不回覆 亦都可以刪除 而這個右至左去掃 亦都可以開到一個應用程式清淡 上面有一些基本的運動功能 運動紀錄之外 亦都有一些健康監測 譬如可以量到心率 血氧 壓力 那天的活動量 睡眠質素 指南針 氣壓高度計 天氣 音樂播放控制 鬧鐘日曆 那些全部都齊 特別看 他亦都可以控制 購買GoPro的相機 當作一個遙控器 就很方便 GoPro可能擺放在頭盔 或者擺放在單車 你控制不到它 用錶來做遙控 這樣控制 就很方便 而在更多裡面 就更加多的功能 譬如太陽月亮 裡面就是日出日落時間 另外亦都有 月出月落時間 潮值的時間 方便做不同的運動 包括一些水上運動 除了剛剛 跟潮值相關 或日出日落相關 亦都有女時的生理週期 呼吸訓練 簡單的馬錶 計時器 世界時鐘 中代辦事項 甚至手機拍照的遙控器 亦都可以做得到 說回運動方面 今次Amazfit的 T-REX 2 支援150種運動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一般的 戶外跑步 行路 當然是有 踩單車都有 另外游泳 也有 今次的錶 亦都有防水的功能 亦都有登山的功能 他自己有高度計 所以就很適合 去做登山 落水 甚至三項鐵人 都可以 講開三項鐵人 今次的錶 電量也不差 在GPS運作時 可以連續使用到 50個小時 足夠玩三項鐵人 而一般的電量 重度使用 也有10天 而輕度使用 超過20天 事後會跟大家真實 帶著錶 再試一試電量 而今次Amazfit的 T-REX 2 亦都支援810G的軍規 操作溫度支援 是-30度到70度 所以無論是冷或熱或是可以正常操作 上山下海 亦都難不及 非常耐用 和可靠 至於這隻錶的詳細使用感覺 在細節上 用得好嗎 用得唱不唱順 考慮上能否收到呢 將會在之後的評測片上 跟大家分享 大家密切留意 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通知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按摩 按摩 留言 按摩